好的婚姻向来不是限制,好的婚姻是相互成全 婚姻之外,每个人都会有朋友,爱人固然重要,但却不是人生的全部 我接触过很多这样的读者,往往他们在正常交际时,他们的爱人都非常的敏感 亲则疑神疑鬼,重则直接阻拦,因为打着爱的名义,所以总让我们不知所措 不管是爱情还是婚姻,都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很难看 当我们踏入了婚姻以后,就应当有着自己的底线 当然,可以交朋友,可以处朋友,但和异性朋友在一起相处时 应当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和原则 异性相处时,尤其是这五个话题,千万不能聊,很容易出事,特别是第一个 第一,不能聊自己的家庭保障 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家是无对错,只有合不合 没有人的生活是顺心如意的,也没有夫妻是不闹矛盾的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久了,难免会出现一些磕磕碰碰 难免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但无论怎样,都不应该和异性聊起这个话题 因为就算你说了,别人也给不了你什么帮助 因为日子是自己在过 别人不可能通过你的三言聊你,就可以准确地了解你所有的一切 其次,当别人处在道德的制高点,肆意帮对你说话 批评你的爱人或者家人时,只会误导你的情绪 其实最重要的,聊起这个话题,很容易引起两个人的共鸣 如果对方恰恰是个很会安慰人的人 那么长此俱下,很难保证你不会对对方产生好感 情绪一旦产生,就很难斩杀了 同病相拟的那种情感是很难被控制的 第二,不能聊彼此的旧情 对于自己过去的情感经历 有些人是持有遗憾,有些人是持有怨恨 而有些人则是持有憎恶 可无一意外的是,真正爱过的人是很难忘记的 男女之间,所有的关系进一步发展 几乎都是基于两个人的精神产生了共鸣 人在聊起自己的前任时,情绪一般都是很复杂的 感情滋生的背后,是理智地退去 这样的话题无疑是直接把自己的软肋搞阻了对方 一旦对方也有同样的软肋,最后产生的一定是欣欣详细 爱过的人如果无法忘记,那么一定要学会放下 要藏在自己心里的最深处 人没事就拿出来说上两句 显得你真的很掉价 第三,不能聊关于男女方面的话题 很多人在一起时通过一些昏段子来调节气氛 这样的做法无可厚非 可如果是两个人,所有有关男女方面的话题 哪怕是暗示,无疑不是一种赤裸裸的引诱 如果对方拿你当真正的朋友 可能会一马引起对方的反感和戒备 因为你的表现在对方的心里是居心不良的 如果对方不介意,暖不在乎地愿意和你聊着这些话题 那么最后很容易聊着聊着就出事了 一性之间,纯友谊是确实存在的 但却不是所有一性之间都是纯友谊 所以关于一些暧昧的话题 目的性是显而易见的 对方也不会不知道 第四,不能聊彼此的隐私 在没有完全建立起信任的前提下 一定不能随便的聊起自己的隐私 一旦因为对方人品不过关 因为你的盲目信任 最后对方将你的隐私曝光后 被伤害也还是只有你自己 就算是信任的朋友 也不能随便提起 因为太过信任 所以很容易因为信任从而传生误会 但对方会以为你是在提示什么,暗示什么 故意拉近关心 故意获得对方信任 等等 就算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 既然是隐私 那么就是秘密 如果你这样有些涉及到两个人的秘密 告诉了第三个人 那么后果就是 同时引起其他人对你的不信任 第五,不能聊夫妻生活这件事 夫妻生活这件事 本身就是一个尴尬的字眼 而所谓的尴尬 只是针对与朋友关系 毕竟 那是属于夫妻之间的一些小秘密 说者无益 听者有心 可能有些人真的是无益之举 可是听在别人的耳朵里 全然已经变味了 一般来说 夫妻都会很忌讳对方将这件事告诉别人 那种感觉就好像触犯了自己的某种权益 一旦在不适宜的场合提起 尴尬的程度可想而知 更多的人会感觉聊这些没事 朋友之间开开玩笑也是无可厚非 确实 但是有些玩笑话真的不适宜 而且这还是夫妻之间的秘密 有没有想过 自己的力量是否能够接受 语言上的交流是一切情感的开摆 不管男女都要记住 一心相处时 关于这五个话题 一定不要说了 感谢观看